1983年 史上最暢銷電子過關遊戲 《孖寶兄弟》首次在任天堂紅白機上推出 同一年 一個玩什麼遊戲都不會流力的 Angelo亮在聖母醫院呱呱呱地 1990年 被你入圍遊戲史上最偉大的 格鬥遊戲先驅 街頭霸王 Street Fighter 正式練世 又在同一年 一個用嘴唇思考的遊戲天才 沈珈琪都出了 他們兩個組成了Playtime 透過種種的遊戲 是要向所有已經遺忘了遊戲樂趣的人宣告 無論男女老友都需要遊戲的 就好像吃飯、睡覺、工作一樣都是必須的 遊戲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就好像烏龍茶一樣解渴、探身、去、游、來 喂 你在說什麼? 玩得了嗎? 好 遊戲時間正式開始 我們來了 他真的很緊張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遊戲時間 Hello 我是Andzo 快點吧 我只是我是Andzo 今天我是豪仔 今天? 我是珈琪 我是阿星 昨天是OB 好了 要先說一件事 現在我們有一點緊張的原因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做Live Yeah 所以時間 Playtime 現在是以現場直播的形式 在網上跟大家見面 Live空間 我們就是Playtime Playtime 就是我們四個 Yeah 今天已經是去到第四集 第四集 3月2號 我們已經過了2月整個月的錄播節目 現在大家很緊張 因為… 很緊張 可以的 其實沒有分別 我們錄播的時候 都是Live錄的 所以三位不用那麼緊張 我們可以說一說 我們現在… 今天開始,除了Live之後 我們每一集都會有一個主題 而我們今集的主題是甚麼 我說 是夢遊想起 即是甚麼 即是夢想 夢遊 即是發夢… 夢遊想起是甚麼 即是夢是要想 然後就會出現 即是夢想,是嗎 我們的主題 是,今天我們的主題是夢想 說到199 不是 你們聽不明白 夢想嗎 我們今天其實帶了很多 很豐富的節目給大家 你們忘記了 我知道 因為我們要準備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再浪費時間 你知道嗎 我知道,你知道 你快點告訴我們 我知道,我們有大電影時間 以及一個全新環節 成語集齊交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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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電影時間也是全新環節 聽到也很想聽 究竟甚麼是成語集齊交給你 還有我們… 大電影時間也是新的環節 沒錯 但我們固有的環節當然也不會… 繼續保存 一定是繼續保存的 因為… 你想說吧,你會說吧 一分鐘的分享時間 以及金燈龍虎榜 厲害的 這個一定會出現 那怎麼辦 還有… 還有… 我們為了這個主題 夢想 我們訪問了一些身邊的朋友 訪問了他們的夢想是甚麼 沒錯 不只是朋友 好像訪問了也有 對,訪問了很多人 大家會看到 你們三位出去做訪問的時候 身邊的人 可以介紹到你們的朋友 給觀眾、觀眾 沒錯,很棒 現在說甚麼呢 我們剛剛開場 都說不要浪費時間 今天準備了這麼多節目 現在我們既然準備了這麼多 不如一來 立即做一個全新的環節給大家 這麼快說全新環節 你不是說今天的主題嗎 主題是夢想嘛 說完了嗎 我們應該留一點點給別人 對吧 留一點點給別人 首先大家覺得甚麼是夢想 夢想嗎 夢想 即是做夢都會想的東西 夢由想起 很遠的東西 很遠的東西 摸不到 除了你們之外 其實本身… 因為有很多… 有個看法 夢想是一個很開心 以及很珍貴的錄音機 因為它可以… 每個人可以… 即是用天馬行空的想法去想 然後呢 它還可以… 因為你是天馬行空 但沒有人可以估計得到 這件事會不會實現 這件事是很棒的 聽不聽得懂嗎 沒有人接的 你為甚麼不理他 你也要理他 我正在處理他 我正在處理他 很深奧 其實夢想很簡單 就是… 很深奧 你想起… 那就是了 即是你想要的東西就是了 即是你想要的東西 你想就會得到 對 你說是做夢 夢由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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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你會想起這個詞 即是夢由想起 其實是我想的 但我也不知道 夢由想起 我也是很客氣的 聽著看著的聽眾朋友 請你們真的現在想一想 可以去Facebook 或者去任何… 你們得到的任何途徑 去丟你們心目中 覺得夢想是甚麼給我們 那我們不如現在… 直接去一個新的環節 好啊 新的環節 我知道你很興奮 因為一直都是家琪很堅持想發生的 這個… 就是想帶給大家 為甚麼你會想搞這件事 是甚麼來的 這個就是大電影時間 為甚麼我們會做大電影時間 原因是因為電影本身 我覺得是一件很… 製造奇蹟的東西 是 而且我們四個都是演員 沒錯 我們四個都是演員 我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電影 那… 電影通常叫做夢工場 對… 那今天我們說做夢 不如直接帶大電影時間 這個環節出來 真棒 事不宜遲,開始吧 好嗎 好啊 好啊 經典場面 力力在目 情深對白 再三回味 大電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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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獲得最佳導演 也獲得很多其他獎 最佳配樂 最佳攝影 我不記得還有甚麼 最佳… 因為輸了… 特效 特效 我們一起去看吧 是 我本身是李安大導演的大粉絲 我看過兩次 你看過兩次少年拍 對… 看過兩次少年拍 我以為你看過… 李安… 兩次 我看過李安而已 這樣很厲害 是啊 李安… 他拍過很多厲害的電影 我要介紹一下 給大家認識 最初他首三部電影 是叫父子三部曲 也是說親情的東西 分別是推手、推手、喜宴 喜宴 喜宴 以及飲食男女 飲食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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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所知 他還不是第一次獲得金像獎 最佳導演 就是他另外一部很有名的電影 段貝山 看過了嗎? 你看過了嗎? 你看過了嗎? 我看過了嗎? 你看過了嗎? 對 因為你要… 因為我遲些會演一個學生作品 會演一個同性戀者 那你應該要看看… 很厲害 對,你應該要看看段貝山 因為很入心入肺 要學一下東西吧 當然要學東西 那個演員這麼厲害 李安導演 那演員我很喜歡的 很厲害 他是做小丑 如果你和你 from 손ального 是... 那就是另外他的母齊 我們今天不是要ntuba 這些戲 我們就是講說豆 Tree 胡族 為甚麼要介紹豆 pool 需要聽眾 això吧 因為好看 레�jpebacca 如何可以這樣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四個都看過 其實不是 我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歡這個電影 然後這電影 剛好有李安導演 領取到 83屆金像獎的行為導演 說了就不要再說了 所以這套戲才這麼值得介紹給大家 這些也不是原因 這套戲夠厲害,有沒有人猜到 有什麼那麼厲害 有沒有人猜到,這套戲裡面 如果沒有看過的人不要緊,可以再看 但如果看過的人應該都會知道 裡面除了男主角,還有一個主角 不是人來的 是隻老虎 沒錯 不是貓來的嗎 Poster看到了,老虎 是貓科動物來的 但這隻老虎,有沒有人知道是真還是假 答吧 他問答吧 我覺得是真的 我也覺得是真的 是真 是CG做出來的 沒錯 電腦特技動畫 他做得很漂亮 我還收到一個消息 Angelo好像知道這隻老虎 製作的過程是怎樣的 你跟他說過 因為這隻老虎很漂亮、很真 但其實他也會有一個 一個 有些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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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什麼 分別 對,有一個分別的 不是分別 我說呢 因為那句不是我講的 那句是可能你們在Jingles 會聽到Harry哥哥說的 Harry哥哥說 他第一次看少年派 大家都會很深刻看到隻老虎 但是由於後來 這些好的電影 我經常都覺得 就是你會看完出戲 你會找回一些資料 他找回一些資料 發覺原來是有幾間電腦特技動畫公司去畫的 那隻老虎是逐條毛 逐條毛 即是老虎是逐條毛這樣畫的 對,那才令到他這麼真 那些表情 真的很漂亮 很多人都以為是真 不知道是假 但是他就發覺 為什麼這個鏡頭和那個鏡頭的老虎 是兩隻老虎來的 怎麼不同呢 兩個品種 但是我看的時候 就是他覺得不接鏡頭 我也看不出來 我也看不出來 我太入了那個戲 魔術師 什麼時候說你做聰明 不是我聰明 也是Harry哥哥說的 不是我講的 魔術大結婢 是啊 其實你想想想要不同 你當作三間動畫公司 變成已經不會有不接 就是太多人玩了 但是我欣賞他們 就是三間都起碼做到老虎 是很真 我真的 這個真的要欣賞 而且少年派本身 我覺得上了一課 因為他是關於信仰 因為在說阿派 是甚麼教都相信 是 印度教 我學了原來有超過過千萬個神 是 他有一個很搞笑的對白 就是他爸爸跟阿派說的 就是說你再信多幾個教 你以後不用返學了 還有他說多謝 不知道印度的哪個 曼婆神 去介紹耶穌 是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笑 這個好笑 都學齊了 我猜他要信的信仰都信 他在那個地方都認識了 但為何他有這麼多信仰呢 為何出戲會描繪一個這樣的角色 有這麼多信仰呢 我相信趁大家未落畫要去看看 我們看的地方是很棒的 我們在IMAX 全香港最大的鏡頭去看 由於他3D 所以立體和畫面 我記得星仔出來是 哇 出戲很漂亮 怎麼搞的 漂亮得這麼漂亮 其實我看過兩次 嘩 嘩 嘩 正是這樣的 對 我就說他出來就是這樣 我當時第一次看 其實我的感覺是差一點的 其實我想完全與電影無關 因為我第一次看 是跟我們的老闆阿希 他本身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牠每看一會都會哭一哭 每看一會都會哭一哭 那我就… 這次我就搶牠了 這次他不是燈的 是 是因為出戲其實很感動 沒錯 因為一個人… 其實我們一向都喜歡看 這些一個人演的電影 還要留在荒島 就是你面對困難、危難 就是你有很多東西 會跟自己的生活生命 有些聯繫 我覺得如果大家要看 一定要去一個好的設備的地方看 真的 因為那個畫面的吸引會有很大的關係 我再街攝影 最記得在那個法國的泳池 拍著一樓 然後有一些很漂亮的人在喝咖啡 然後突然畫面都是這樣拍著 然後就有水 然後有些水 然後突然有一個人在這樣游過 然後突然有一個人向觀眾跳 跳 跳水跳 好像去了迪士尼那些立體影院 好像去到的士尼那些立體影院 他沒有水噴在我的臉上 但我覺得… 他一下子就跳了下水 原來我在水底看的 說到泳池的話 他好像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就是… 他那個泳池在台灣做電影 其實整齣電影有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台中拍的 是的 他建了一個75米長的大水池 也不算是水池 也變成海 因為如果… 因為奧運… 奧運游泳的池是50米而已 標準池已經是很大的 75米 即是大了一半 更大了一半 對 再大了一半 很厲害 現在可以去看的 他現在開了 他把拍完少年派的片場的一些景 還有水池也開放一個旅遊區 變成一個旅遊區 是的… 很厲害 我們不如約他 好… 我想去吧 我們搞個台灣旅行 但我本來想去台北的 但好像可以去台中 如果去了 我想去那裡玩 那個水池 我好像是可以看 但不是讓你跳 其實他應該拿來玩的 但我覺得他拿走那些機 因為整齣電影是驚濤蟻浪 對… 變成他在池底那裡放了十三部 即是十幾二十部 起浪機 是的 即是人造浪的那些機 如果可以玩就好了 我聽你說有100種的浪 讓他去選擇 我也是看的 不知道讓李安去選擇 這個海浪漂亮不漂亮嗎 那個吧 100種 即是要按一下 沒有 有一看 沒得玩 也好 有一看也好 好像今天不是那麼開心 你不是很興奮想介紹大電子 因為我本身聽你說 之前我們有談過 你說的那個泳池可以去 我以為是可以玩 很想拿著滑浪板衝過去 我只是想一個人在那裡 遲些 應該好像2015年2016年 海洋公園開水上樂園 還要全天候 以前小時候 你們有沒有去水上樂園 有啊 有啊 我去個長龍 我不知道那些是甚麼 太小了 他不是有去過 我肯定在麗園他還沒出過 我有的 好像已經出過了 不過我沒有玩過 我那時候還很小 這麼小 總之開了水上樂園 有得玩就將會 不過幾年後 我也挺興奮 一定有那個人造浪的機 不一定去到台中 台中不如今年去吧 好嗎 不可以一起去吧 好啊 我有件事想說 因為少年派 好像除了他的故事 阿星仔你應該知道吧 他那個電影 除了他本身 我甚麼 你睡覺了 即是這個電影 你做甚麼考過 考過最沉默的 不是啊 因為我也是聽他說的 他說李安這部少年派的電影 他不是雅的 不是啊 他不是龍的 少年派這部電影 其實我不是雅的 我少年派這部電影本身是一本小說 啊 只不過李安就改編了 去拍成電影 還有原本這部小說是 被評為是 評為不會變成電影的小說之一 是嗎 是啊 不會變成電影 即是很難拍的 不過李安都流行是這樣的 譬如其實 段貝山本身也是一個編曲 也是一個小說來的 喜歡挑戰 他喜歡改編 他很少是沿著的 你們有沒有看過《變形合意》 有 你想想想 之前本身有的故事 本身有的故事 本身有的漫畫 然後 還有《色界》 張愛玲 都是很短篇的小說 是的 都是很短篇的小說 把他拍成電影 他通常都是用一些小說來拍 很厲害 是的 至少我們能明白少年派 有沒有人看完出來不明白 我第一次看不明白 第二次就明白了 因為我本身第一次看 我還沒明白 其實我也不是很明白 我第一次看不明白 第二次看不明白 很難明白 我完全明白了 其實我完全明白 只不過可能是 原來的畫面很漂亮 我終於沒租過眼睛 我看得明白 原來他是這樣的 他不是有兩個版本 即是他講了一個故事 然後 又後來… 不 一直播出一個故事 後來他又自己講述一個故事 是的 我們還要想哪一個才是真的 反而想起 他講的其實也挺殘酷的 未看的朋友就可以看看 究竟豪B現在在說什麼 其實很難明白 是的 總之就是原來 出戲會令你思考 因為他會問你 想很多 想… 你說 我看的時候 我在不太清楚 但我再問我 聽你們說 然後我一直 undo 想X2 其實我有很多事情想過 整部電影 每一段環節也是在想的 在每一場戲 你仍在想的環節 從何必也想到所以前面 對少年派是有興趣的 聽完我們的介紹 而不會覺得這齊戲太悶眼了吧 記得按著他還在下來 要去戲院看 因為這齊戲真的 我們誠意推介 我猶對全公司 也是《默希恩的初 industry》 李安導演真是大師之作 所以拿到最佳導演 《大典英》時間其實是分兩部分 根據珈琦的擺位 但他又沒有告訴大家 前半部我們就介紹了一齣電影 通常我會帶出一齣電影的音樂 但今次少年派比較難 我懶得播一些印度音樂 又不太聽得懂,不太會唱 不過我第二… 找我唱吧 不過第二部… 不過第二部你只是嚇壞 你這個膚色是健康膚色 你是陽光男孩 第二部我們應該去下一個叫做… 珈琦你改了一個名字給她的 電影猜猜猜 其實沒有這件事的 就是讓大家猜猜 我們會嘗試去演一齣電影 所有觀眾你們現在就要開始投入一下 去加入,看看猜不猜到 今集是由珈琦和昇仔去演的 導演你準備好了嗎? 我們場景OK的了 演員準備好了嗎? 演員準備好了 我只是一個輔導 好… 好啊 可以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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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幫你答對 他大聲 你不就在那裡 時間有限,好嗎? 好,來吧 導演,不夠時間了 好 導演 攝影機準備好了 攝影機 攝影機 And action 給我一個機會 怎麼給你一個機會 以前我沒得選 我現在想選擇做一個好人 好,跟法官說 看看法官給你做好人 你真的想我死嗎? 對不起,我是警察 誰知道 猜到的朋友現在可以打上來… 我不是這樣的 猜到的朋友… 你們不知道現在的 我沒看到 猜到的朋友記得打上來facebook.com 我們是專業 www.facebook.com slash playtimehk P-L-A-Y-T-I-M-E-H-K 那他傳上來有什麼好處 傳上來,我們會… 首先感謝你參與我們這個遊戲 我們要打個多謝 對,還有我們… 多謝你參與 我們會有一些小禮物送給你 那些小禮物是由清協M21送的 那是一個圖片公仔 神秘圖片公仔 很神秘,因為現在沒有在手 所以不能給大家看 如果你們答中了頭五個 我們就會送出這個U-Channel的… 還是清協的… 不知道什麼… 神秘 沒有人救到我們 就是神秘 就是神秘 到時我們會給你們一個地址 你們上來拿就可以了 Yeah 神秘 大電影時間結束了 那現在去哪裡 有沒有人提醒我 接著去,這個是一分鐘分享時間 從前有一個人叫爽 有一天,他死了 那出兵那天 他的家人就哭著這樣說 嗚…爽啊… 那期間有一個不認識的人 但其實是家綺來的 那就問吧 哇,你們都死了 在這兒爽什麼呀 嗚…爽死了… 爽死了… 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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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很好笑 你們跟他是朋友嘛 你真的說這些類似的事 人最重要是開心點 就是了 又不開心點 就是了 開心點 你們都笑了,聽了這個笑話 笑你而已 阿星,送一首歌給你 Him,叫哪琴 他來自分不清 那些人 咦們,換你 歸你 來,我看你 我看過了 太多了 這首歌 劉牧 這首歌 是月王 我悶 隨便 給你 猶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wrote this for you I wrote this for you I wrote this for you I wrote this song, it's not too long Cause I don't want to love you I wrote this song, this can't be wrong I don't want to smile without you I just want to make you happy But maybe you want nothing at all And how I wish that you're meant to be Forever and a day with me And it's a sing-along song, it's not too long Cause when I think about you That I hear songs that you can sing along Maybe if you want to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for you And everywhere you before to live Then you'll ever know Girl, I'll do my best to show these words are true Girl Oh, and if you'd like to make a song And be a perfect harmony with me Well, I'd find the greatest words to sing So we could write on romance And love It's not too l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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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use when I think about you Then I hear songs that you can sing along Maybe if you want to sing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for you Say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for you Hospital Our song relação dessa 游泳 Interesting That is Hey, I'm awake I can't even awake I can't even awake Hey, I'm awake I can't even awake It's the sad song In what they are It's because we're watching Time People will agree Wow 國內嗎 叫些人站起來 香港人很有效率 哪有這麼奢侈 有眼睛睡覺 好像… 你三個垂波似的 我已經睡得不太多了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睡覺 因為睡覺會經常做夢 不過其實睡覺是一個很健康的動作 原來你多睡覺就會做多些夢 在夢中就會得到很多你想要的東西 我很喜歡做夢 大家不要忘記了 剛剛玩了那麼多 不要忘記了 不要忘記了 你們想想吧 剛剛我們玩了那麼多 還要有一個新環節 大家應該會忘記了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主題是什麼 夢想 夢想有什麼要說 你們都不知道什麼是夢想 你們有沒有夢想呢 問了你們吧 我有 我夢想是演員 你夢想是演員 演員 幾歲開始有的 很小的時候已經有了 因為這個是純粹成長的影響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家裡最小的 你是一個演戲世家 是啊 因為我本身是家裡最小的 所以我永遠都沒有什麼人會去注意 沒有家人演員 沒有人理會我 我就會很想表達 很想說話 因為家人是演員 沒有啊 所以令我很小時候已經很有表演獄了 但是我也是家裡最小的那個 但是我沒有理會這個想法 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做演員 我不知道 但你現在做了演員 反而 反而 其實 反而 其實夢想 你們剛才說了 都是一些很遙遠的東西 我猜很多人會覺得夢想 其實會很要分析 分得很清楚 又有理想 又有理想 又有理想職業 有志願 很多很多 那究竟什麼是夢想呢 又或者有什麼經歷 跟大家分享一下 聖仔有嗎 有啊 我小時候的夢想 是想成為一個草物護理員 是呀 因為我自小就很喜歡跟貓貓狗狗玩 跟牠一起玩很開心 但是之後出了這個社會 原來做一個草物護理員 不是那麼容易 為什麼 都是撿貓狗 因為我不是跟一、兩隻貓貓狗 玩 要跟牠們融入 還有要幫牠們清潔 還有貓狗其實是跟… 掃一下牠們的糞便 其實是跟人一樣的 也有好人和壞人之分 就是原來想跟牠們玩 是跟好人 有些真的很討厭 有些很兇的 有些貓貓狗狗很兇的 Andro 你呢 我… 我有想過很多的 我又想做廚師 又想做魔術師 又想做律師 全部都是詩字 小時候要… 我理想職業 小時候要說的話 後來真的想做魔術師 就… 對… 學魔術師 魔術師 就變魔術師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 對 豪B你呢 其實我還沒想到 不要緊 給你時間 你慢慢想吧 其實我想說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 在我十七歲的時候 我做了一件事 我都算覺得是很… 自己是最… 那些叫什麼呢 最威風的了 即是那件事 暫時來說最威風的 靠顯媚呢 是什麼呢 你坐在我們三個旁邊 才是最威風的 那件事其實都要全靠阿希、麥希恩 因為她的幫助我 所以令到我完成了這件事 這件事是什麼呢 大家數三聲 我表演給你們看 不…我變出來給你們看 我變出來給你們看 3、2、1 就是她了 就是一個CD膠盒 不是 你是不是印CD的 不是 這隻是一個… 這隻是一碟來的 它就叫做活在當下 可能有些人認識我也會知道 這隻是一隻碟 但活在當下不是一隻碟 活在當下是你做導演拍的一部電影 我幫你推銷一下好不好 因為令到你拿了IFVA 即是香港獨立短片錄像 那個少年組的金像 17歲嗎 17歲 觀眾看看 哇 好厲害 又沒有穿衣服 家綺… 家綺做導演 這個是家綺來的 是嗎 是她來的 是我來的 封面那個… 是我的兒子 哇 很靈麗的眼神 其實是什麼 其實這個短片是一個… 即是叫做… 即是因為我當時做了一個紀錄片 就是講我自己的生活 因為我生活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人 但原來我自己那時小時候 經常想的一件事 就覺得自己過得很平凡 即是過我的生活很平凡 很普通通 但原來我身邊的人都是這樣的 都是過著很平凡很無聊的事情 但不要緊 因為大家都覺得很開心 但其實原來很多人 他們都有自己的夢想 那我在這張碟裡面 我就會去訪問一些 我身邊的所有人 可能會問問他們 究竟你的夢想是什麼 然後會跟他們說 如果你發了答 你會怎樣 又或者 明天世界末日 你最想做的是什麼 問了很多很多 可能不切實際的事 但其實大家都會想了很多 就是他們很想很想做的事 有些人可能是 有時候他們不敢說 譬如有些人很搞笑的 他會說一些環遊世界 有些人甚至乎會說想做超人 好像Batman那樣 對 超人Batmanman 就是貧富俠, Schwein是輝iktir 超人強 independente 超人大便 就是斬亡 arrive Raman Max 影響有錢 這個是第十四屆 香港的獨立短片 及束像比賽 青少年組的金獎作品 是由岑珈琦首次撿到無聊但快樂的紀錄短片 我就看過,我和昇仔都看過 我看過,我有在裡面 你不要這麼快回答,我就說想說你沒看過 我代表他把這首歌送給你 我現在不行了,我… 你請他看吧 我請他借給我看的 其實很多人都有問過我想拿來看的 但是我說過我會給你看 但我不可以送那首歌給你 我不是,我想借而已 我沒看過 你拿金獎,我怎可以不拿 有機會如果我搞放映會,我也會叫大家來看 是呀,希望大家有機會看到這一齣戲 活在當下,我覺得都很值得看的 因為現在就很難播放的了 因為裡面是… 這個有評判的,是嗎? 好像有三級似的 是,這個紀錄片是三級的 為甚麼呢?拿錄定嗎? 不能播放的 因為… 因為實在太真實了 是 為甚麼呢? 是甚麼叫… 即是說話太真實了 是,因為裡面的東西太真實了 所以就令到有些東西就要定義為三級 這個電影評級就是… 無論如何,我們現在將會帶出一個… 很有教育意義 希望提點到大家的一個環節 就是… 成語集齊,交給你 你們現在這麼齊地讀這七個字 待會聽到Jingles又是不齊的 不齊的 那你真的沒有介紹過 我們全新的環節 全新的環節是甚麼來的? 再說 成語集齊,交給你 我們的全新環節就會告訴別人知道 因為成語這件事是一個很有用的東西 我們就會用一個很搞笑的廣播劇的形式 用廣播劇的形式 就會告訴大家 那就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四字成語的意思 是很有意義的 而且也很搞笑 大家聽聽吧 很搞笑 我們是會以廣播劇的形式去包裝 希望哄到你們開心 希望令到你們記得 今集的四隻字究竟是甚麼呢? 第一次出現吧 小小甜,多多菜 將深奧道理變得更深奧 複雜感情變得更複雜 益智斬鬼,典故重溫 保證令你聽到分心 成語集齊,交給你 集齊,交給你 集齊,交給你 成語集齊,交給你 月下老人 在唐朝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韋姑 他去到宋城旅行 就住在酒店裡面 旅行啊 他去到宋城旅行 有一晚他在月光之下 見到一個老伯伯坐在地上 看著一本又大又厚的書 而他旁邊就放了一袋 裝滿紅繩的袋子 韋姑就很好奇地 就馬上去問他老伯伯 老伯伯,請問你在看甚麼書 這本呢 就是記載天下男女之間婚姻的書 哇,在說甚麼 韋姑聽了當然不明白 就馬上再追問下去 哦,那這個袋子呢 你的袋子的紅繩來做甚麼 哦,這個紅繩 是用來連繫著夫妻的腳 不管男女雙方是否仇人 或者距離有多遠 我只要用這條紅繩綁住他們的腳 他們就一定會和好 而且還會結成夫妻 哦,這樣不會跌倒的嗎 我會跌倒的嘛 怎麼會跌倒呢 我們真的不相信 韋姑聽了當然更加不相信 還以為老伯伯跟他開玩笑 之後他想再追問的時候 老伯伯就站在身上 拿著他的書和袋子 就走到街市了 去到街市 他看到一個盲的女人 抱著一個三歲的小妹妹 迎面走過來 老伯伯就跟韋姑說 喏,這個盲的女人 手上抱著那個妹妹 將來就是你的老婆來的了 嘩,韋姑聽到 當然是鼓鬼氣了 還以為這個老伯跟他開玩笑 就叫這個下人去殺了這個小妹妹 那他將來就一定不會成為他老婆了 好 光陰似箭 轉眼間 十四年就過去了 這個韋姑 終於找到他的耳中人 還打算結婚 對方還要是雙周刺史 王太的掌上明珠 沒錯 是王太 不是太王 不過都很厲害 她的女兒 就長得很飆青 不過呢 眉間就有條疤痕 韋姑就覺得很奇怪 就問他外父 嘩,Uncle 一麥解救那個微心會有一條疤痕的呢 王太聽了就說了 說起來就生氣了 十四年前 無論端端 逛街 我的寶墓抱著他 有個瘋子佬 無論端端 刺了一刀 幸好他沒有死 不過留著這條疤痕 不幸運 好幸運 不錯不錯 這條疤痕多漂亮 嘩,我們都聽到一頭沒水了 韋姑聽了 竟然呆一呆 因為十四年前的畫面 立刻在她腦海裡浮現 她立刻在想 難道那個就是 自己叫人殺的小妹妹 於是她就很緊張地追問下去了 那…那…那…那個 是不是一個慢了的女人來的 沒錯 是慢的 你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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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姑 你怎知道 當韋姑證實了這件事之後 立刻整個人都害怕了 一時間說不出話 就一直在聽黃太 不斷叫 不斷叫 之後過了一陣 她終於冷靜下來 她又將她十四年前 在宋城見到月下老人的事 全部都說出來 黃太聽了之後 都感到驚訝不已 韋姑 他們才明白月下老人的事 就不是開玩笑的 他們的姻緣 真是由神去作主的 之後這兩公婆 就更加真正這條婚姻 過著恩愛的生活了 這個故事流傳下去 大家都相信 男女的結合 是由月下老人的紅線 去撮合的 後來 人們就將這些媒人 叫做月下老人 簡稱 月老 早就跟你們說了 現在你們信不信 你們知道世界上 年紀最老的夫妻有多大嗎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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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就是兩個人加起來 有207歲 哇 厲害 這裡人座的夫妻 就住在日本神奈村縣的 黃濱市 黃濱 是的 濱 他們結婚了72年 黃濱 究竟是怎樣恩愛過生活的呢 阿老公五味與氏先生 就這樣說了 我們最享受的就是 雙手的時刻 赫拉 彥文 你後悔 他家 我愛不得分 我愛不得分 你 我愛不得分 你 我愛不得分 你 我愛你 我愛不得分 你 我愛不得分 你 我愛不得分 无论有多高就要绝路 隔绝陈族只想要跟你可重劳 来过场那地逃避 最后步都只想你好 幸共你年途内爬天下不容机会 重想流言传可畏 留住你旁人如何过不可一世 问我亦无愧 有你何失离我一切 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想 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 千夫所治虑是你等不等对 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营水 几多对能到几多箭水 能参考虑 揭力也要为我伤心 抱紧一生美国类 前方仍然太晚 到缘崖或海边也永不止度 能相拥到白头一 能相拥到白头一 起街路不跟天斗高 前面有几个一片风导 每步在赤盘灯要上手都操作 从崎嶇这路途海 能够你可走得更多 想共你愿何来爬天底黑夜 亦凉礼 于山头同盟红海中发誓 留住你旁人如何 过不可一世 问我亦无愧 有你何意拆过这天情 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想 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 千夫所治理 谁你都不能对 仍还受力尽在世间情绪 你当对等到几多精髓 能差下去 揭力也要为我伤心 抱紧一生美国类 不安着心 以幸福包围来陈根楼 牵着心 怀着勇气 战外得永久 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 不灯烈 如何做世界之罪 千夫所治理 谁你都不能对 仍还受力尽在世间情绪 几多对能到几多精髓 能伤心 能伤害去 揭力也要为我伤心 抱紧一生美国类 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 当生命仍能为你估出去 祝天下友情人忠诚健熟 See your star的天梯 一早跟你们说的 又不相信 不要生气,外父 凤星期六四至五 四至五 凤星期六四至五 游戏时间 You channel 噴咪,Play time Play time 是不是Play time Play time You channel 我是Herry哥哥 Magic 回来了 好浪漫 3月2日 竟然好像过情人节一样 多谢嘉琪带了一个这么浪漫的成员给我们 我好不开心 又多谢星仔画了很漂亮的画 你不要怪自己不开心 你做什么事不开心 我刚收到消息 你刚收到消息 我们上Facebook看了 有人留言在我们Facebook page 有人说错了资料 很对不起,我下次不会了 不会什么,你要告诉别人 你错了什么 原来我的资料是错了的 真正的答案 李安导演是拿了第85届金像奖 金戒的电影 刚才说了什么 我刚刚说了83 真是金灯灯到爆 但不知道数 现场版的金灯 现在我们今天立刻数榜 好 满洲十大金灯龙虎榜 第五位 八百跳水了 话说我们有个朋友去大陆打骨 冲完来的时候想着跳 很开心的 想着跳到浴池 想着浸身 突然间他突然说 背啊背啊背啊 然后他就很尴尬地慢慢走下水 然后自己很尴尬地潜下水 那个朋友 好像大家认识的 第四位 你笑什么啊 有点点滴滴的 有点点滴滴的 这次播出了 第四位 真是有点滴滴的 那次 都是刚才跳水那个 他就跟三个朋友 一同四人去打牌 打那些电子 什么自动洗牌的麻雀机 那接着洗完牌 那些麻雀声上来 他们就不停地按住 不让他出来 一直按啊按啊按啊 然后他们按停了 第三位 人头硬砍烟灰缸 哇 原来人累真的可以什么都不管 现在我们有个朋友 有一次玩的时候 太过累了 累到不管哪里都照着睡 一睡就整个头砍了在烟灰缸 然后我们远望到就看到他 哇 新鲜啊 为什么 现在他整头烟了 第二位 佐泰的士 佐泰的士是不是我说的 是啊 因为是我的朋友 我这个朋友很男人的 因为很神奇 我们呢 由于我们去北京公幹 那次他就因为很男人 我们吃完晚饭 就北京很难截到的士 那他就一枝箭地 就乱乱乱 衝到 截到的士了 然后就一下子拉开那扇门 然后就 过来过来快点上车 上车 谁知道他拉开了 他自己拎回面的时候 他看到 左边 这里有个司机 司机又 好像被他脱衣 看着他 就这样 大家对望了五秒 我们当然笑到滚地 就立刻冲上车了 佐泰的士 你笑这个 本周十大金灯龙虎榜 第一位 《非影展》 《撞衣移运》 是什么 其实大家都知道 电影展 是一个很盛大的宴会 就是走红地毯 穿得很漂亮 如果在那个时候 撞衣就很尴尬 很尴尬 但是原来不止的 原来只要你撞衣 有些东西都可以很尴尬 真的很尴尬 我们那个朋友 因为刚刚也说到 他们有一个活动 四个一起去玩 去到的时候 打完骨 大家回去换衣走人 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那个人 服务员就拿着衣服 看着我们的朋友 跟他说 大哥 为什么你的衣服 跟我们一样 不是啊 他是说大哥 你为什么拿着我们的制服 然后 在这个沙拉 我听到这件事 我第一时间 立刻衝过去看着 我竟然找不到我的朋友 有 为什么会这样 恭喜本周金丹奖得主 恭喜本周金丹奖得主 是我们这个朋友 恭喜你 恭喜你 送什么给他 没有 我听不到 刚刚他回答了 那个朋友回答了自己的声 噢 不送了 今天不送多了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不如 阿星仔 你们下次想想送什么 没问题 原因是因为自己人所认 不用送 不如多说一点 关于 就是 是的 金丹奖就叫 达成了今天的愿望 数到 数到 数到一些敬意的 大哥如果留意 是大陆篇 是的 这个是金丹龙虎坊的大陆篇 但是究竟 你们对于 很大声 有没有人帮我 大家这么紧张 每次都说 我按下 你们不是帮我说话吗 豪仔你说帮我的 梦想 你们 大家都 是不是小时候 每人都有D梦想的呢 其实 有D 有D D 每个都有的 是的 你小时候很想做演员 那你们 其实 你们可以带些答案 因为我知道 你们访问了很多人 是的 不停在说 其实我 很小时候 已经有个想法 因为小时候 小学的时候 会叫你们 写我的志愿 是的 我看到身边很多同学 都会写警察 消防员 即所有飞机师 很多 很厉害的工 但是 我突然想了一件事 就是 如果我做了演员 那我就可以做你们 所有职业 是 很厉害的 那我就觉得 这件事很喜欢很喜欢 事实你也能答得到 你也能答得到 我能答得到 我能答得到 答得到 我能答得到 因为你 你现实生活 有没有遇到鬼 最近你们又拍了出鬼片 我没有 我就没有 但是你们做了一些访问 有没有人提出访问 你们这么辛苦 这么聰明 这么乖 我知道你们又访问了 你们的家人 即是爸爸 妈妈 哥哥 姐姐 妹妹 弟弟 儿生 朋友 老师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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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极 大夫 二、三十 二、三、四 很紧张 很想让大家听一下 由三十到八十岁 有八十岁 即是当成的 那是不喜欢你的观众 内容 我把你们的访问 梦想 其實在我的眼中 夢想就不是夢想 因為說到夢想好像很遠 夢想對我來說 就是一些可以推動我 更加去發掘自己的興趣 或者令自己 可以變得更加美好的動力 夢想 夢想 就是小時候發夢的東西 其實夢想是很不切實際的東西 可能是一些虛幻 距離現實比較遙遠的想法 我的夢想是 感覺上好像用淺堆齊出來的 真的要做 夢想對我來說 不是一時三刻做得到的 要用一些很長遠的時間 慢慢一步一步實踐到的東西 是 我的夢想是 希望可以去讀音樂治療 我想把這些美好的東西 帶給我懂得和想幫的人 我的夢想是 和一班朋友 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拿著自己的音樂和樂器 去實踐一個大任務 就是去唱歌 唱歌給所有不同的人聽 其實我小時候很想在酒店工作 去酒店工作是很厲害的 我的夢想是 找一份安穩的工作 然後 早點 立刻結婚 有個安穩的生活就可以了 安安穩的高日子 有車有樓 一家四口 非常好 我的夢想是 有一個幸福的家庭 成為一個 給別人肯定的舞蹈 想做一個藝術的達人 幫自己對樂團唱的歌 暫時還沒想到 說有世界 很想開一間 化妝敏的公司 要 一部電單車 很想揹個背樓 到處闖到 或是否需要 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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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空間 在空間 可以 在空間 想像 在空間 到空間 一部電單車 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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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空間 到空間 好 是 不到空間 在空間 在空間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的聲音很有趣 真的好,如果大家就這樣心想 就可以事成就好了 我也想 我聽到很多夢想 對 你如果我聽這首歌 我覺得如果再聽幾次我會哭 我一直做、一邊剪、一邊哭 其實我剛才開車的時候 有聽過一次,那次是哭了出來的 因為加了很多不同夢想的聲音 所以你就會更加想 就是很大 而且你會聽到夢想 總是覺得很遙遠 要很多努力去達到 但你又會覺得好像有很多東西想做 你聽到有很多不同的人 有些人想做音樂治療師 因為這個很厲害 藝術達人 或者是跟藝術有關 然後又會覺得在香港生活 如果沒有錢就達成夢想 有提過要用錢堆砌那樣的夢想 但有些可以不用用錢 有些很簡單可以說有一個幸福的家庭 其實他是要錢的 要穩穩定生活 幸福 幸福 穩穩定家庭 最好一家四口 一家四口就有一個小孩 四百萬 就是要八百萬 這些東西是要配合的 是的 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其實那些是你們身邊的朋友的想法 我們都在達成夢想 是的 嘉琪就想做演員 我們身為Playtime 我們其實都希望帶到一個心想事成的感覺給大家 你們先不要說話 作為Playtime 你有甚麼抱負 有甚麼想法給你的觀眾 關於夢想 關於夢想 就是大家不要放棄 不要害怕 努力去追 一定要追 追夢 加油追尋自己的夢想 不要怕犯錯 錯就是失敗成功之夢 我就要認真 有很多人 因為可能一直生活 用了很多時間去工作 然後已經忘記了自己的夢想是甚麼 那我就想說 其實工作不要緊 但你到最後一定要堅持自己的夢想 你呢 很感動 我只是想跟大家說 堅持玩夢想 大家記得夢想 我們一開始已經說過 其實只是做夢而已 所以千萬不要堵住自己 有甚麼瘋狂的想法 瘋狂的想法 儘管盡情去想 盡情去做 當然那些害人犯法 就不算是夢想 那些是壞主意 不過如果你有甚麼很創意的點子 或者你覺得你想做太空人 或者你想做 魔術師 或者你想做 其實呢 你以為叫做 為甚麼 給你說 演員 不用了 其實是甚麼 其實我最感動的那一首 我聽到那些東西 因為那些東西全部都是真的 全部都是真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是… 你不要用這個態度去結束 這個節目行不行 好悶 感觸而已 你為何為何感觸一幕 所以是開心的東西 所以我跟大家說 你完全勇敢去為自己的夢想 去努力 瘋狂一點 大膽去想 那應該成功都可以達到一半 那這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這條想就可以做 那我們要跟大家說 大家知道我們這集的主題是夢想 我們接下來也會有不同的主題 一定要留意 其實下個星期的主題是甚麼 我都很緊張 不過我忘記了 不要這麼快說出來 你預告一下給別人聽 現在有一分鐘我讓你想一下 到底下集的遊戲時間的主題是甚麼 是貓子 比你更好是甚麼 人家都叫要搶輸 我有 你說 你說 我讓你看 我讓你看 多謝你 說吧 運動 運動 說起運動 好像都很久沒做運動 這陣子很興奮 現在趕快做運動 揮手說拜拜 不要很累 喊吧 動吧 下個星期見 星期六 同星期六四點至五點 在YouChannel 將會見到我們 我們是Play Time 這個就是遊戲時間 下個星期六見 拜拜